大家好,我是星成,我现在在中越边境河河口岸附近 看,天网系统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条河叫南溪河 也是中越联国的界河 与越南隔阂相望 前面越南人在捕鱼,我们去看一下 河对岸是越南的郊区 看,骑自行车,轿车 对面是越南老鸡的一个郊区 对面是公路 越南在中越边境修了条马路通往老街口岸 这边在钓鱼,两位 大家看到了吗 是两个越南人在钓鱼 这个房子有人住的 这里面有人 这应该是个水站 你看,越南的边民在那边坐着 带小孩 这个在钓鱼 他们脱鞋也不穿光脚在钓鱼 你看,南溪河的水还是比较清澈的 所以我说这边水站 你看,边上都有网子嘛 就防止垃圾进去 应该是一个抽水的水站 刚才傍晚越南人在钓鱼 水站里面有工作人员的 在那边坐着 这条马路里面 骑自己的情报车 越南人在走动 中国在中越边境管控很严格 到处都是天网系统摄像头 防止人员偷渡走私 这边还有一个越南的执行屋 我们走近看一下 挂了越南国旗 这是执行的了 这边还有一个广告牌 越南文 我们走近点去看一下吧 路牌里面广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 我不认识越南文 哦,上面是 是一个路 越南修的边界公路 我刚刚说他们钓鱼啊 我估计鱼没钓到 然后他们其中有 直接下水游泳去了 这个南溪河的水是很干净的 然后这是他们一个水站 取水处 这里游泳他们不管吗 在游泳 这在取水处应该不是喝的吧 应该是灌溉的 我告诉大家 中越边境河口和对面的老街 天气都是很热的 像我在河口都是穿夏天的衣服 穿拖鞋 所以下水游泳也不冷 鱼杆掉下去 钓鱼鱼杆都掉下去 不会是站在河里面钓鱼吧 顺便游泳啊 越南那边管控很松的 我们中国这边不会让人下去的 我发现南溪河的水好浅啊 一米深吗 走了 应该工作人员让他上来了 你看这个穿军装的衣服 在栏杆上面 你看让他上来 不让他在那边游泳 刚刚他们在说话 刚刚游泳的越南人 他已经上岸了 已经拿了个鱼杆 难道是换个方向钓鱼吗 时间过得很快啊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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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